HELLO 大家好,我是CASE 今天我們繼續玩異世界幻想 回到這個遊戲 等級跟上次已經差很遠 升高了很多 原來等級是很重要 給大家一點心得 如果大家發覺一開始玩的時候 為什麼你抽到SSR或者SR 當你已經抽到很漂亮 為什麼都好像不夠勁呢 因為其實你就是差一個等級 你玩上去的時候 你的角色的上限 就是等於人物的上限 就像我現在34級 我最高的角色都可以升到34 我先不算PVP那些 就是PVE普通關卡 或者是降臨關卡 你只要夠高的上限 很多很多都已經可以剪到過去 我稍後再介紹一個 可能比較多的組合 給大家怎樣組隊 還有稍後我想我抽蛋給大家看 神房有些觀眾可能剛剛第一次才看 其實我記得我對上條片 好像都有一陣子之前拍了 《異世界幻想》其實是一個消除型的遊戲 打個關卡給大家看多一次 它有分不同的故事主線劇情 那些你可以自己看 我們先打協力 其實這隻賽連 是很建議大家一定要刷 因為在大家眾多的戒王神裡面 賽連雖然只是屬於R級別的戒王神 但是就算是新手 即是你當作4、50 或者是突破到很高升數之前 其實賽連也是一隻非常好用的戒王神 其實它是我方全體的星靈攻擊1.2倍 其實你已經不需要做水隊、自然隊、人類隊 什麼都好不需要 只要你用賽連的話 只要將自己有的最強的角色 全部都會有倍功 再高階一點 據聞現在我看到最好的排名的一隻東西 如果我沒有錯的話 就應該是瑪利亞這隻 這隻SSR呢 嘩這隻瑪利亞 但是現在沒得抽 這隻牠說的是賽連再強化版 但我還沒抽到牠 這個到時我有的話再介紹一下給大家看 先打回場 我們打個協力 可以組隊跟人一起去打 多來個完美的連珠給大家看 之前有介紹過 其實就是要連自己的珠 然後其實還有一些道具 看到一些電、炸彈的道具 但是道具呢 最好引多些道具出現的時候 就像現在這樣一次過引牠們 讓牠們連鎖爆炸 這樣就可以做到高combo 嘩6combo 如果你發覺其實都OK夠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不需要用所有道具去住 你可以留給下一家 當年協力的時候就開不了自動 但是平時打、拆關卡的時候 就可以用自動 方便很多 還有我發覺自動原來有個技巧 我稍後再開一場給大家看看 三回合為什麼會消除到最多珠呢 大家又真的要自己去試試 又或者有時候你可以自動的時候 留意一下電腦怎樣教你 亦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方法 為什麼可以快點升等級呢 其實升等級的方法 其實你打什麼關卡是沒什麼所謂的 這個遊戲裡面 它是計算你每消耗一體力 你就會有一經驗值 升得快點 當然要打多點體力的關卡 你就可以消耗得快點 你也會升得快點 還有記得升等級一定要做成就 每天任務 你除了要消耗體力之外 它這裏就會直接 可能你打完三場競技場之後 就直接有100經 等於你其實要消耗了100體力 這樣來使用 開自動那個 其實它還有一個設定的方法 是大家很需要學一學的 那我試試打個關卡給大家看 這個活動關卡 你可以不停地拆它 然後你可以升到高升數 你看到我現在用的這一隻 雖然剩下不太多時間 我最少盡量想拆到它四星的 就是不夠拆到五星 我都想拆到四星的 因為其實你有些角色 它的基本 二龍 它的基本 其實就是我現在這隻角色 用中的時候 如果用到四星的話 它血量就會增加12% 所以可以拆的關卡 就非常適合大家去拆 還有你拆關卡的時候 就像這一關一樣 我當我 其實我現在未夠LV 打到高級 我只是打到中級 不停地拆 每次都有18 都算升得快點的 我當開自動 平時大家開自動的時候 當然 如果你想學一下它 如何連珠 連得好一點 你可以開著來看 你看看 它好像隨便 一這樣就五金寶 剛才我們轉得很差 但是 現在你看到它連珠 你會看到它慢慢在逐格掃 如果你真的拆關卡 你想快點的時候 有時候關掉它之後 是可以快很多 大家可以在這個戰鬥設定 如果你關掉這個技能確認 關掉什麼技能動畫 關掉這些動畫 還有自動顯示連珠 關掉這幾個之後 如果你再打多一次 那個速度 你會拆得快很多 現在讓大家進去再看多一次 剛才會保留給你看 它連珠的路線 現在你可以看一下 我按了自動之後 它是第一次會有的 然後它是直接消除 如果你真的掛機的時候 這個方法 是真的方便很多的 還有你出教皇神技那一下 它會直接在這裡拉上去 當然啦 你掛在自動的時候 你未必經常會自己開機 但是呢 它這些開機的速度 會一拉完 或者這一隻 一出它會直接就出技 就快速很多了 那對於講時間 大家充等級的人來說 是非常方便的 我真的覺得 剛才說要抽一抽東西啦 因為我有幾隻角色 我一直都很想要 但是又未有 那 拍片當然要先跟大家抽一抽 但是大家記住 因為其實它抽彈 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抽彈池 大家記得選擇 然後看看召喚內容 看看你那隻東西 會不會出現在裡面 還有它的機會率 在不同的抽彈池 出現的機會率 都會有少少分別 新手我就說蔡蓮 再搭哪一隻都OK 慢慢升上去之後 其實我想抽到 呂武神系列 還有這個 風靈 火靈系列 那幾隻東西 但是呢 我現在好像只有水靈 火靈 風靈 這次有 另外呂武神 這裡有 本來我打算抽完 這隻八秘具 給大家看 但是我一抽中了 沒有拍片 就有它 我們試試來抽這個 限定召喚這個 看看可不可以 抽到我想要的東西 來個十一連抽 看看 閃閃閃閃閃 哎呀 有一隻SSR 但我要那隻SR 哎呀 哇 這麽厲害 哇 第一抽 第一個十一抽 就中了這個限定 Good Yes 風靈 我就是想抽風靈 遲些我下一次看看 再介紹一下 PVP PVP 那些隊伍給大家看 風的PVP隊伍 好像我看到有幾多人推薦 喂 這隻 這隻可以不用出來 喂 看來我風屬勝隊 好有希望哦 哎呀 沒有啦 這十一抽 好紅 不是很好 來 再來十一抽 看看我這遊戲裡面的神魂 一會兒 四隻SR 有 咦 好新東西哦 但是 再一次 抽完它 三十抽來的 咦 又有SSR 三隻SR 火靈 風靈火靈都有了 這樣的話就要了 因為呢 風靈火靈配女武神 是一個很好的配搭 來的 SSR我又中了這隻 喂 喂 火隊 看來也很有希望哦 抽到一次 中一隻女武神給我 行不行 最好是風屬勝那隻 哎呀 只有兩個 總之抽完 但是一下 健康就收 哎 火啊女武神 中了一隻 會不會是風那隻 哎呀 不會 啊 現在很尷尬哦 我忍了手很久 唯有拍片才抽 要不然其實我一早就升了這幾隻 我要再拆一拆這個清機 清機就剩下五個小時 我要先打過去 要不然就升不到四星 麻煩 其實我想升到五星 但應該不是很夠時間 好啦 今天介紹了我們以世界幻想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在下面下載連結 下載一隻遊戲 我下次回來再看看 我會組哪一隊做PVT 我下次再介紹給大家看 今天來這裡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